你有買防疫險嗎 有 有啊 有買防疫險 最近因為華航諾富特飯店 爆發群聚感染 不少人想起年初 搶購的防疫保單 當初因為不逃群聚事件 搶購防疫保單的排隊 人潮極意猶新 光台產公司當時就創下 超過三百萬件的投保件數 數量龐大 就有民眾還沒收到 核保通知或信用卡 也還沒扣款 難心自己到底 有沒有辦法理賠 要收到保單了嗎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連電話也都沒有通知 實質單子還沒 好像聽說已經通過 那因為他們的核保人員 跟核保速度有限 保險經濟公司這幾天 最常接到民眾來電詢問 我的保單有沒有核保成功 也確實有收到一位民眾 已經要來申請理賠 目前的話我們性安保經就一位 他是電話來做詢問 然後他們公司的同事是確診 所以他就被居家隔離 畢竟這一次本土病例 又開始一天一報 截至五月四號為止 統計北部中部各縣市 因為諾富特群居案居家隔離人數 台北市252人 新北市254人 桃園市200人 新竹縣市43人 苗栗5人 台中53人 彰化南投兩縣市21人 光是北中部就有828人 被通知要居家隔離 我們今天在這張保單 生效之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先出境了 就是出國這些也是不算的 自主健康管理 並不是那個保單的理賠的範圍 台產也在官網貼出公告 已經加速作業流程 只要民眾有在1月25號前 將投保資料送達都有保障 預計6月底會完成所有出單作業 TPBS 新武城 紅衣錄 維新 台中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P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P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